这是中国学术机构首次发布 关于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的专题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 三国核潜艇合作将构成核武器国家 向无核武器国家 转让成吨武器级核材料的不良先例 造成严重的核扩散风险 报告通过详实的数据和材料 深入揭露了三国核潜艇合作 严重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直接违反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 挑战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 破坏全球战略稳定 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加剧军备竞赛 损害无核武器区条约 危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这再次证明 国际社会对美银澳核潜艇合作的担忧 有理有据 美银澳应切实回应国际社会关切 忠实履行和不扩散国际义务 撤销三国核潜艇合作的错误决定 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奇莱特访华期间 亲眼见证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和人权事业成就 亲身感受了一个社会安全稳定 发展持续向好 人民安居乐业的真实新疆 中方坚决反对编造虚假信息 对中国进行抹黑攻击 中方正以立场得到国际社会 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坚定支持 个别国家借舍江问题搞政治操弄 抹黑中国形象 遏制打压中国的图谋 不会得逞 美方作为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 不断拱火 递刀 计划矛盾 挥舞 制裁大棒 大搞经济胁迫 不仅破坏了国与国之间的正常交往 违反了国际贸易的通行规则 更导致了乌克兰危机的复杂化和扩大化 当前世界股市 汇市 原油 天然气 粮食 和有色金属期货市场持续反复震荡 令各国老百姓 特别是那些经济基础本就薄弱的 发展中国家人民深受其害 事实一再表明 固守冷战思维热衷阵营对抗 不会取得成功 只会反噬自身 冲击世界和平与安全 这值得美方深思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是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 欧洲议会作为欧盟官方机构 其议员及高层 理应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近两年来 欧洲议会已经多次出台 设台决议 为台独势力撑腰章目 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毒化了中欧关系氛围 中方坚决反对 欧方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我们敦促欧方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在涉台问题上谨言慎行 以免中欧关系受到严重干扰 中方反对并依法打击各种形式的黑客攻击 不会对黑客攻击进行鼓励支持或纵容 中方坚决反对比方在没有提出协查要求 更没有提供事实依据的情况下 单方面宣称所谓中国黑客攻击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网络安全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我们呼吁各方更多体现战略自主 通过对话合作 共同维护网络安全 这个问题呢 建议你向主管部门来了解 作为原则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中方支持就全球税收合作 达成全面和更具包容性的共识方案 我们愿同各方一道 维护多边主义 为全球经济复苏 注入新动能 美方年复一年罔顾事实 在人口繁运问题上 炮制虚假报告 欺骗世人 事实上 美国才是世界头号人口繁运大国 无论美方如何掩饰 都洗刷不了自己 奴隶贸易国的历史原罪 作为一个仅有246年历史的国家 奴隶制度 在美国合法地延续时间 占到了美国建国历史的三分之一 1514年到1866年间 至少有3.6万个贩奴远征队 将上百万的黑人奴隶 贩卖到美国 无论美方如何辩解 都改变不了自己 强迫劳动来源国 中转国和目的地国的现实罪状 美国都是不及格的 美方应当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 回应叙利亚人民的呼声 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单边制裁 立即停止掠夺叙国家资源 以实际行动 弥补对蓄人民造成的伤害 中方高度赞赏 沙方愿继续深化 沙中关系的积极意愿 中沙是全面战略伙伴 两国在各领域开展友好合作 给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面对当前深刻复杂演变的 国际和地区形势 中方愿同沙方共同努力 巩固两国友谊与交往 加强贸易能源等各领域的合作 不断深化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